6月28日下午二时许,天气炎热,江北嘴中央公园,即使绿树成阴,也很少见到游客,挤队拍婚纱照的新人构成逛公园的主力人群, 百先生夫妇在拍摄中拍摄中的霍先生和王小姐摄影师也是拼了,躺在滚烫的地上取角度,他们中,有的是老夫老妻,不拍婚纱,只为兑现曾经的承诺,有的是热恋后修成正果的情侣,步入婚姻前,需要这样的仪式感,于是,我们看到了烈日之下的衬衫,马甲,西装,皮鞋,多重婚纱,高跟鞋,旁边的人挥汗如雨, 只为在炎热的天气下,定格他们的炙热爱情,现在条件好了,我要送他一套婚纱照,百先生夫妇,把酷热跑到九霄云外,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二十许,室外温度三十五度以上,将北嘴中央公园一教堂前,一对新人的出现引起记者的注意, 当时,天气炎热,即使公园绿树成阴,也很少见到游客,而这对新人,新郎西装皮鞋,新娘婚纱礼服,身后还跟着摄影师和助理,如此浓墨重彩,很难让人忽略,摄影助理不断为他们擦去汗水,一丝微风,送来些许良意,摄影师助理见状,赶紧将新娘牵着的长头纱抛空, 头纱随风扬起,纯白圣洁,新郎赶紧向新娘额头一吻,新娘含羞低头,嘴角扬起,摄影师定格这一瞬间,拍摄中照片完美,一下过,新郎脱下西装,白色衬衫早已汗湿,贴,扑在背上,新娘多重婚纱之下,还穿着一条牛仔裤,热字不必说,匆匆赶往下一个拍摄点前,新郎不忘时起放在地上的苏打水, 老婆口渴,要把水带在身边,太热了,要坐在滚烫的地上,也需要一只新郎白先生,今年31岁,他称,与老婆结婚多年,已是老夫老妻,孩子已经10岁,这次是补拍婚纱,以前没有能力给他想要的生活,现在条件好了,我想兑现自己当初的承诺,陪他拍一组照片,送他一组美美的婚纱照,他说,汗水湿透衬衣, 为了爱,再热也直,衬衫,马甲,西装,为他受这点热,算什么李小姐和老公在拍摄中大热天,还得五颜市老夫老妻赶往下一个点,不久,另一对新人出现,上午拍内景,下午出外景,这一天忙着打转儿,也热得够呛, 新娘李小姐说,她和老公即将办婚礼,拍婚纱是必备的一种仪式感,由于两人工作都很忙,好不容易才有时间来拍婚纱,没想到,拍外景时遇着了一个大热天,太热了,脱,为爱不惜穿三件衣服教堂前取景完毕,新郎新娘来到一个衣粮处,摄影助理赶紧给新娘盘发补装, 趁着这个空档,新郎则要换装,换掉汗湿的衬衫,重新穿上一件,打上领结,穿上马甲还没完,还得有西装,热得面红耳赤,满头大汗的新郎打去,我们结婚后,考验更多,为她受这点炎热算什么呢? 频繁,补水摄影助理,不断地为新郎补装换装完毕,新娘脱着厚厚的紫色婚纱,踩着高跟鞋,在烈日中一步步走向草坪,前方,换上浅蓝色西装的新郎正笔之站立,单手插刀,帅气地等着她,看到新郎,新娘的步履更沉稳,来到新郎身边,带着花冠的新娘侧身浅笑,美得像童话里的公主,热得口渴,完成拍摄一瞬间, 热的天气里,有他们炙热的爱情,等最佳拍摄时机,等到天晴却是大热天摄影师,早已满头大汗 下午三时许,太阳直晒公园,天气依旧炎热,李小姐的对面,还有一对新人,正装的五颜时还没开拍,新郎霍先生赶紧喝下一瓶霍香正气水,介意应对炎热,害怕拍着拍着会中暑,他笑着说,自己喝完, 他又拿出一瓶霍香正气水,给老婆王小姐,却遭到正在补妆着王小姐的称怪,不喝,喝了很大一股味道,影响我发挥,颜值不高你负责吗? 好好,那你等一下多喝点水,霍先生宠溺地说,这样的气温下,穿正装需要勇气和意志,王小姐告诉记者,她和霍先生通过相亲认识,已经领证结婚,打算年底办婚礼,她和老公都认为,婚纱照很重要,可以说是步入婚姻的一种仪式,因此,拍摄婚纱照不能草率, 为了寻找最佳的拍摄时机,他们一直等,前段时间下雨,肯定不好拍,现在天气好了,大行天,光都不用打,但没想到一来就是大热天,热点无所谓,反正就那么一天,外景拍摄,需要多个场景和很多不同的画面,第一个场景拍些景,还没拍完,王小姐已经满头大汗,摄影助理赶紧拿出纸巾, 让她在头上轻轻擦拭,擦拭要有技巧,要抹去汗水,还要不弄掉妆容,重庆晚报曼新闻全国爆料热线,023966988,爆料邮箱,3359339320i2QQ,COM棒杠1ND棒杠上游慢新闻,重庆晚报记者朱婷文,李化图视频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